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证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证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证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九十一章 石血文群 在看到陈明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陈明判了死刑了 前世的陈明害他害得这么惨 让他错过了这么多成长的机会 如果不是他前期成长得太慢 他怎么会让家人发生一场又一场的悲剧 害身边的人一个又一个的死去 陈明就是这一切的源头 不过他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杀了他 他要让陈明充满痛苦和绝望的死去 很快他的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 那就原样奉还吧 接着他开始进入了半睡眠状态 同学们和这群肌肉男开始交流 很快了解到这些人原来是健身房的健身教练 和社会上的某些人完全不一样 得知了这点之后 他们就更加的放松了警惕 第二天清晨四点太阳还没有升起 但是天色已经亮了 楚风叫醒还在迷糊中的张子清 冷冲醒醒该出发了 张子清睡眼惺忪的抱怨 人家还想多睡一会儿呢 昨天晚上他实在是太累了 而且罪魁祸首就是面前这个冰块男 现在这个混蛋居然一点都不怜香惜玉 还把他叫醒 再不起来 我就自己走了 不要了 张子清惊叫道 然后立刻起身 他最怕的就是被楚风丢下 一旦楚风用这个威胁 他什么都会言听计从 楚风也觉得用这个吓唬人有点过分了 不过他的性格也不会是要道歉的人 只能是以后注意点了 接着楚风叫醒了熟睡的同学们 大家起来了 我们该走了 同学们被叫醒之后有些不满 可是一看到楚风的脸就不敢发作了 这个时候那群健身房的人 以及陈明也醒了过来 在看到楚风之后 陈明的眼中有着一些惊惧 一名肌肉男看出了陈明对楚风的忌惮 于是对他说 老立 他和你有仇吗 要不要我们帮你教训他 不要 陈明的眼中闪过凶狠 他的实力不错 不过要对付一个人有的是办法 就像是我们之前对付那些军队里的人一样 有志趣 肌肉男们冷笑道 不杀了他也好 前面的道路还很不好走 有人帮我们搬东西也是好的 昨天晚上有虫子经过 附近的车辆似乎都坏了 我们的车子也被这些虫子破坏了 他们是有人守夜的 只是守夜的人看到虫子也不敢轻举妄动 万一他们惊动了虫子却打不过 那就尴尬了 因此他们看到这些同学们 自己也起了特殊的心思 我们自己搬东西的量有限 有人分担也好 这样我们在吃东西吃到一半的时候 就不用到处找东西了 那几个女生很不错 上手应该很容易 如果他们不识抬举 就直接用墙 反正在这个时代 也没有人能够管我们了 说着 他们就跟上了同学们的步伐 楚风来到车前 发现车辆的发动机 已经被电驱虫破坏了 脸色顿时一沉 自己就这么容易让车辆损坏吗 难道又要让他不行 不过他并没有太过在意 反正他要回去接父母的道路 也越来越不好走 车子 没了就没了吧 把这些东西搬上 然后跟上 楚风将自己的背包装满之后 对同学们招呼道 然后就带着张子清和修女小西 向着前方走去 同学们不敢违抗 连忙开始搬运 这个时候一名女同学 向肌肉男们问道 你们说的那个避难营 在什么地方呀 哦 我们也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 和他所走的方向是一致的 万方觉得这些人有些可疑 可是他们毕竟没有做出 抢夺自己的事情来 所以也就没有过多的怀疑 更何况 有楚风在 这些人应该没有什么威胁才对吧 就这样长途跋涉了两个小时之后 众人都有些不堪重负了 只是楚风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所以他们也只能咬牙根上 这个时候 有健身房的肌肉男对女生们献殷浅 来来来 我们帮你们背一阵子吧 女生们感激道 太好了 我们都快要累死了 同学们当中的男同学们看到这一幕 心中都有些发酸 可能是因为太熟的缘故 他们一直没人对身边的女同学们下手 然而这些肌肉男们的做法让他们有了危机感 然而仅仅一个小时之后 他们也承受不住了 他们的体力是好 可是也架不住这样劳累呀 而这些女生们也开始集体抗议了起来 我们就不能休息一下吗 累死了 我们要休息 见到处风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一名肌肉男来到处风身前挡住了处风的去路 你没看到这些女生们体力都快要达到极限了吗 哼 关我什么事 是他们自己要跟上的 听到这话之后 几名肌肉男也都放下背包围了上去 既然这个人是这些学生们的头领 那么只要教训一下这个不靠谱的头领 剩下的这些学生们应该就会乖乖的跟随了吧 雄性求偶的时候 总喜欢在雌性面前展现自己强大的一面 这次他们挑选的对象 理所当然就是处风了 为首的肌肉男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肌肉 我告诉你 身为男人 如果连照顾女生都做不到 还他妈算什么男人 如果你继续向前走 那我就教教你 什么叫做真正的男人 说着他就一拳向楚风打去 然而他倾注了全力的一拳 却被楚风轻而易举地接住了 他面色一变 大家一起上 自己的拳头仿佛打在了棉花上一样 让他明白 面前这个人似乎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瘦弱 然而 楚风接住他拳头的手 用力一握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从他嘴里传出 他收回拳头 只觉得自己的拳头仿佛要被抓碎了一样 周围的肌肉男们正要和楚风动手 身后忽然传来了女生们的尖叫声 这是什么 接着他们顺着女生们的视线看去 发现他们的周围居然被一群红色的蚊子包围了 这些蚊子的数量虽然不多 可是个个都有半尺长 他们长着锋利的口气 将众人团团包围住 来了 是血蚊群 楚风的眼中尽是期待 本集播讲完毕 第九十二章 以牙还牙 在末世中 遇到任何怪物都不能掉以轻心 这些人也是遇到过不少怪物的 当然不会对这些看上去就非常吓人的蚊子掉以轻心 一名试图逃跑的同学 直接被蚊子们团团围住 双腿都被直接剪断 然后被蚊群吞噬 看到这惨烈的一幕 同学们只能缩成了一团 在蚊群的攻击下 不断被压缩着空间 楚风虽然能救下那个同学 不过他怎么可能容忍遇到危险就逃跑的人两次 他只是冷漠地看着那个同学被蚊群吞噬 这个时候 陈明的眼中忽然浮现出了绿色 然后将一名女同学推向了石血蚊群 并且向着肌肉男们招呼他 表哥 把他们都推下去 我们就能活 嗯 好办法 这些肌肉男们眼中闪过了金光 然后第一时间把目光投向了楚风 来来来 一起上 肌肉男们一拥而上 就要把楚风推向石血蚊群 张子清一急 然后一个水木盾放在了楚风身前 让肌肉男们动作一顿 异能者 张子清的异能展现 让他们都变得惊慌起来 但是这点惊慌很快就变成了凶狠 异能者要怎样 能够对付怪物吗 一起上 刷了他们 恶向胆边生 反正如果不想办法脱离蚊群 他们自己也要死 就算是异能者也不能打消他们的恶念 这个时候 陈明也来到了肌肉男们身边 他也怕自己被暴怒的同学们直接推进蚊群 身后的同学们互相看看 眼中都充满了怀疑 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的同学们会不会为了活命而选择强行牺牲他们 就在他们准备对楚风动手的时候 楚风忽然一脚踢出 直接踢向了第一个挑衅他的肌肉男的胯下 肌肉男的要害部位受到暴击 让他痛苦的弯下腰来 其他的几个人也都胯下一寒 毕竟这招的伤害对男人来说有点大了 石血文群越来越近了 楚风的身上忽然发出了一股奇异的威压 让文群的进攻步伐一致 镇压服 这个圆服最大的作用 其实是用来增加敌人的重力 让敌人仿佛被千军重弹压迫一样 是速度类敌人的克星 不过圆服是死的 人是活的 如果将这个压力分开 就能够对虫类产生一些威慑的效果 这个时候 陈明已经悄悄绕到了楚风身后 他的脸上露出了快意和残忍的笑容 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极度楚风的能力了 现在 他好不容易跟着军队来到这里 居然又遇到了楚风 现在 他终于有了能够对付楚风的机会来 小心 修女大叫一声 对楚风提醒道 晚了 这个时候 陈明推向楚风的双手停了下来 他忽然发现 自己像是一座大山一样 你以为自己还有这个机会吗 楚风冷冷地扼住陈明的脖子 然后将他丢进了文群 救命啊 救命啊 陈明惨叫着喊救命 楚风 你不能好死 闭上你的臭嘴 楚风一记寒冰符 冰封住了陈明的嘴巴 看着他被文群吞噬 为了防止他像前世的自己一样 有逃跑的机会 他还顺手 踢碎了陈明的膝盖 没有什么比以牙还牙 更让人痛快的了 楚风眼睁睁地看着陈明去死 并且 让他连死前的诅咒都无法发出 就这样让他憋屈地死去 前世的一幕幕闪过他的脑海 让他的脸上充满了怪异和残忍 看着残忍的楚风 几个肌肉男的眼中闪过巨异 这样的人太可怕了 他们心里甚至产生了陈明是活该的想法 如果不是陈明 他们也不一定和这么可怕的人为敌啊 这个时候 一名肌肉男的目光忽然转向了把目光集中在楚风身上 却浑然没有在乎周围环境的修女身上 为了我们活着 你去死吧 他忽然用力一推 修女就这样被他直接推倒在地上 然后拾血蚊群爬满了他的全身 趁现在 蚊群爬满修女全身的时候 流出了一片空地 肌肉男们趁着蚊群爬满修女全身的时候 赶紧趁机开溜 并顺手拿走了刚才被他们放在地上的背包 为什么会这样 修女的眼中充满了迷茫 他只是一心侍奉神明而已 为什么会屡次看到人间的险恶 还被人这样对待 这个世界 难道真的就只剩下恶魔了吗 他的心里充满了怀疑 张子清赶紧用水系的异能 不断灭杀蚊群 帮助修女去掉身上的蚊群 只是水系在前期偏弱 在三阶之后 才能展现出强大的威力 面对蚊群显得有些乏力 你们一个也逃不掉 初风的眼中闪过冷意 他的手上出现了几把飞刀 然后将无形的创剑器充斥其中 这是先天剑器的力量 只听的嗖嗖几声 几道物体滑破空气的声音响起 接着就是一连团的惨叫 这些肌肉男们个个被飞刀射穿了膝盖 然后倒在地上 挣扎着向前爬去 初风正要去救修女 然而在这个时候 修女的身上忽然爆发出了强烈的圣光 修女从地上站起来 背后展开了一对翅膀 显得圣洁无比 然而他的眼神里已经失去了往日那善意和天真 而是变得有些冷漠 接着在三人清理了身边蚊群之后 来到了那些肌肉男身边 初风对修女说 你想要怎么处置他们 这些膝盖已经被踢碎的肌肉男们 听到自己的处置权居然落在了这样一个女人手里 赶紧连忙求饶 饶了我们吧 我们只是想要活下去啊 救救你 救救你大发慈悲 饶了我们吧 其中最机灵的一个 甚至搬出了神 看你的衣服 你应该是一个修道士吧 神应该教导你 用慈悲的胸怀包容世人 虽然修女的衣服之前有所破损 可是现在依然能够看出修道士的样式 如果是以前 她这样的说法 说不定还能够成功 修女冷漠的爽 这些人的内心 已经被黑暗充满 只剩下了堕落 他们应该下地狱 不配享有神的慈悲 说着 在这些人绝望的眼神中 她的手中绽放出圣光 穿透了那名 把她推进文裙的 那名肌肉男的胸膛 楚风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邪义的笑容 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本集播讲完毕 第九十三章 西尔维亚 都说老师人的怒火是最可怕的 因为他们过去受到过多少委屈 在他们爆发的时候 都会在一瞬间倾泻出来 同理 修女小西也是如此 她过去太过虔诚了 她的心里只有对神灵的信仰 因为传教士的教导 她就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 甚至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完全改变信仰 只是 她过去对真善美的相信有多少 现在对恶人的绝望就有多少 她现在已经不相信 有些人有拯救的必要了 显然这些人的心里 已经充满了黑暗 那就只能用圣光 来净化他们 楚风用骨刺 将这些人的血肉 一个个的吸收 让骨刺变得更加锋利 然后顺手将这些 已经吃饱之后 准备休眠的食血蚊群收割 然后一个个的吞噬炼化 炼化的时候 她对小西问道 你现在还信仰神明吗 还认为这个世界有拯救的必要吗 修女神情坚定地说 我相信主人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拯救这个世界 主人的道路一定是正确的道路 她相信楚风会拯救应该拯救的人 她要杀死的也是该死的人 对于这种几乎等同于狂信徒的话 楚风并没有纠正太多的打算 如果她真能站在人类的巅峰 并且将前世的遗憾全部弥补 也许会考虑一下 要不要当一下救世主 毕竟自己和家人 还要生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如果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保护不好 那还想那么多 干嘛呀 既然她已经打心底认同了这个误会 那她就干脆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 反正能得到一个完全忠诚于自己的 异能者的帮助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大助力 为什么还要在乎这些细节呢 于是她对修女说 既然你已经忘记了以前的名字 那我就帮你取个新的名字吧 叫做西尔维亚 张子卿嘟囔道 还不如叫小西能 你想怎么叫随你 西尔维亚低头道 谨遵主人的命令 她过去接受传教的时候 教父告诉过她 她过去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她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名字 那就是神明的仆人 修道的女仆 现在主人赐予她全新的名字 也在她的心里产生了自己 仿佛重获新生的想法 现在这些同学们还剩下九个 五个男同学 四个女同学 看到楚风刚才残忍的一幕 心中充满了恐惧 但是却有着另外一种情绪 在他们的心底滋生 楚风对他们招呼一声 拿着东西 跟上 是 大哥 同学们立刻打起精神 然后跟了上去 并且这次似乎比之前的态度更加积极 张子卿有些疑惑 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反而更加兴奋了呢 我还以为你刚才的样子会吓到他们呢 楚风之前那个样子 就连她都要被吓到了 更不用说这些同学们了 可是 现在看上去 这些同学们确实更加害怕楚风了 可是 在害怕和恐惧之余 又多出了一层 莫名其妙的兴奋 人性原本就是很奇怪的东西 明明知道圣母 或者说好人才是不会伤害他们的人 可是他们却更愿意相信邪恶和残暴的人 因为 他们以为跟随这样的人 才不会和这样的人成为敌人 张子卿沉默了 他天真并不代表就弱智 很快就理清了思绪 因为圣母无害 所以 他们不怕圣母和好人 就算是和这样的人成为敌人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担心 好人吗 如果你要因为和我为敌就杀了我 那你就不是好人了 所以 这个时候 所谓的好人 心里的道德底线 反而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最大障碍 而且还会助长敌人心中的嚣张气焰 反倒是楚风这样的人 他们反而不敢与之为敌 就算楚风对他们冷眼相待 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委屈 反而会有一股异样的兴奋 那就是 他们以为这样是楚风认可他们的标志 看着沉默的张子卿 楚风说 也许你很看不起这些人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组建一个势力 这样的人会是最好的部下 只是 千万不要和他们产生太多感情 部下就是部下 永远不要当朋友 对他来说 苏玉焉是朋友 李肖李然 还有陆明都算是朋友 因为他们都是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 哪怕只有一次 也比很多勾肩搭背四年的狐朋狗友 要更加的亲切 甚至就算是顾南飞 他不愿意和对方成为朋友 也是把对方当成是和自己平等相待的人 可是 身后这些同学们 那就永远不会被他看得起了 你说他骄傲也好 说他不懂得尊重人也罢 不过 尊重还是要每个人自己争取的 而不是靠别人施舍 又行走了一段路程之后 楚风说 听下来休息吧 终于从楚风嘴里听到休息两个字 让他们兴奋不已 几名女生更是不顾形象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太好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啊 完遂 然而他们还没有兴奋多久 楚风立刻用冰冷的语气爽 不允许坐下 你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互相揉腿 不然等一下腰腿太过酸痛 跟不上我的节奏的时候 就不要怪我把你们丢下了 是 老大 同学们听到楚风要丢下他们 立刻打了一个脊梁 然后开始互相的揉腿 这东西在体育课上都有骄傲 只不过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卵用 现在在赶路的时候才发现 这些生活中的小常识 也能派上大用场 楚风对兄女说 小夕 给他们治疗一下吧 这些人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 已经算是不错了 既然决定收下他们 那他还是不要让这些人成为脱油瓶的好 只是 修武者的修炼还是要晚点教 毕竟不能一下子对他们太好 这样容易让他们以为自己对他们的好 是理所当然的 小夕点点头 然后一道圣光降临在同学们身上 让他们舒服的呻吟起来 张子清疑惑的说 不是已经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吗 还挺好听的 叫希尔维亚 怎么现在就忘了 这个 绰号叫起来比较顺口嘛 我是何希 第九十四章 避难营地 虽然两人还是习惯叫修女小夕 不过名字对一个人还是有特殊意义的 有时候名字也许只是一个代号 但却能够带给人安全感 让人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这样 希尔维亚才会是一个独立的人 而不是一个工具 休息了一阵之后 众人再次前行 一路上虽然遇到了一些危险 但是队伍当中可是有三位异能者存在 普通的危险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而且光希异能者是拥有净化被污染的精和的能力的 所以在这一路上 小希和张子清的实力倒是提升了一些 张子清作为早期的觉醒者天赋那是很不错的 现在已经达到了二阶八级 等他达到三阶之后就可以施展兵刃了 那时候水系异能的威力将会再次提升一个层次 而不是作为尴尬的辅助了 虽然张子清之前也使用过一次兵刃 不过在楚风看来 这应该就是生死关头的一种爆发是会伤害到自己身体的 因为它见识太多的缘故 所以反倒对这种情况并没有太多在意 同学们第二次累得走不动的时候 他们开始主动要求治疗 美女 帮我治疗一下吧 我们快不行了 救救你 帮我们一下吧 虽然他们现在都很懂事 用低声下气的语气 但是楚风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异能者的精神原力是很宝贵的 没时间浪费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 如果你们真的坚持不住了随时可以退出 同学们立刻停止了抱怨 然后开始互相按摩 看到他们老老实实的样子 楚风心里发出了冷笑 神就是这样 稍微给他一点好处 就会不知分寸的得寸矜持 现在他们的身体其实并没有达到极限 只不过是人类懒惰的本性在作怪而已 如果连克服这点惰性都做不到 他要这些人干嘛 他招收部下是要为自己服务的 而不是自己要为他们服务 要是真的把他们惯得太厉害了 他们可能还真的能把自己当成大爷 不过在休息的时候 楚风还是顺手帮张子清也进行了按摩 一边按摩 一边有意无意的讲解一些手法和学位 讲解的时候 他还故意让这些学生们都看到 并且没有阻止他们的围观 看到楚风的教学 一名女生低声道 其实他也不是那么坏呀 此案对我们严格要求了一点 实际上还是对我们很好 不然也不会教我们这个 另一个女生跟腔 是啊 我们不能总是依赖应能者的 他故意教给我们这些 也是想让我们活下去吧 经历了之前楚风对他们的冷漠之后 楚风这样的举动 反而让这些学生们心里感到了温暖 毕竟这是实打实的生存技巧 能够让他们活下去 万芳的心里叹息一声 但是最终也没有说什么 他确实看出了楚风这样做法的目的 说白了 就是打一棒子 然后给个甜枣 可是就算他看出来了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说出来 不然的话 他绝对不会怀疑楚风会直接了当的杀死自己 今天天黑的时间比昨天要迟了三个小时 这样的变化虽然很诡异 但是众人对此都表示习惯了 眼看天色即将暗下来 楚风也打算找一个地方准备休息一下 其实他在收集物资的时候是找到过帐篷的 但是他并不打算现在就把自己的空间能力 暴露在这些人面前 平时悄悄地从空间里取出一些飞刀 会让他们以为只是自己藏武器的技巧很好 可是如果现在取出一顶帐篷 那就是羞辱他们的智商了 这个时候万芳忽然眼前一亮 哎 那个地方有聚集地 还有帐篷 一名女生想起了什么 难道这就是那些人说的避难营吗 健身房里的那些人都已经被杀光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所说的避难营 就是不存在的地方 现在就算是住在帐篷里 也比露宿在外面要好呀 接着 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楚风 现在他是真正的整个队伍的核心 所以队伍的任何决定 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楚风点点头 嗯 小心一点 得到楚风的同意之后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向营地冲去 而楚风在他们身后 眼中则是流露出了冰冷和失望 漠视降临已经这么多天了 居然还是这个样子 看到一个好像是营地一样的地方 就迫不及待地冲过去 以为全天下都是好人 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 看来他之前对这些人的期望太高了 这个时候 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从营地中走出 一名同学关切地问道 请问这里是冰难营吗 流浪汉浑浊的眼里露出了金光 吃的 我要吃的 一名女同学立刻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包饼干 还有一瓶水 她正要将这些东西递给流浪汉 忽然身体僵住了 她低下头 瞪大眼睛看向自己的腹部 那里正插着一把短刀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顺手给可怜的人一些食物和水而已 对方就算是不感谢自己 也没有必要杀了自己吧 一直到倒在地上 她的双眼依然瞪得大大的 仿佛根本不相信这一切 流浪汉一点也没有一开始虚弱和迟缓的样子 她用最快的速度将女学生身上的背包抢走 然后冲着后面大喊一声 他们身上有吃的 喊完这句话之后 她立刻向着侧面跑了出去 紧接着 一群衣衫蓝绿的人从营地当中涌出 他们的身上带着铁棒或者是刀子之类的武器 双眼投射出圣人的光芒 仿佛饿了几天几夜的恶狼 知道在哪里 在这里 就在他们身上 他们迅速看到了这些学生 然后看到了他们身上背着的背包 立刻兴奋地朝着这些同学们砍杀而来 距离营地最近的一名男同学被直接一刀砍到了脖子上 鲜血就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 这样的变故令同学们都吓呆了 他们慌不择路地开始四散而逃 其中两名同学眼前一亮朝着楚风的方向逃来 第95章 铁壁丧尸 楚风的手上出现了三把飞刀 但是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追杀两名女同学的流浪汉身上 而是落在了那名抢了背包逃走的流浪汉身上 反正以张子清和小夕的性格 也会救下这两名女同学的 所以他就更加毫无心理负担的把注意力放在了被截走的物资上 虽然他的储物空间里存储的物资足够三个人吃半年了 但是物资这种东西是永远都不嫌多的 任何一粒粮食都会随着时间而增值 就在他准备出手的时候 他的动作忽然停下来 要他良心发现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只是发现不需要自己动手了 流浪汉拿着背包 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这里确实是一个避难营 但是军队经过的时候 已经把大部分人带走了 他们这些人是因为欺压别人太狠 于是被直接放弃的人 虽然军队离开的时候 也给他们留下了一些吃的 但是都被他们自己给挥霍掉了 现在终于有人把物资送上门来 他们当然是激动万分 他知道 对方施舍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完 所以当他看到女同学身上的背包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 然后将其抢夺过来 为了防止自己被这些暴怒的同学们打死 所以他冲着营地里喊了一声 把他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在这些同学身上 就在他刚走出几步路的时候 忽然撞上了一个人 去死吧 这几天来被欺压的本能 让他迅速反应过来 一刀捅向了面前这个人 不管是什么人 想要抢夺他的物资都要死 他惊愕地看着自己手中的匕首 发现自己手中匕首居然已经断成了两截 再抬头一看 他看到了一只皮肤闪着颜色光泽的丧尸 他身上的皮肤竟然宛如钢铁一般坚硬 就连钢铁打造的刀子也无法伤害其分毫 他张开利口 两只强有力的大手直接扼住了他的咽喉 然后送到了嘴边 一声剧烈的惨叫从流浪汗嘴里发出 接着他就没有机会再发出任何声音了 只是他凄厉的惨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剩下的人要么是正在进行激烈的抢夺 要么就是在逃命 有了两名女同学的示范 两名男同学立刻反应过来 朝着楚风方向跑来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没有什么地方比楚风的身边更加安全了 张子清和小夕虽然经历了人情冷暖 但是本性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快 在他们看来 既然这些同学成了自己人 那么能帮助的时候还是要帮助一下的 楚风没有阻止 毕竟他总不能阻止自己人就自己人吧 而且有了他们 楚风现在就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杀人上了 他手中的飞刀脱手而出 携带着先天剑气的力量 当场将三名流浪汉射杀 但是这些人已经成为亡命之徒 普通的威胁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他们都是将死之人 还不如拼死一搏 楚风的手中再次出现了几把飞刀 他现在越来越喜欢先天剑气了 除了这一招很帅的原因之外 那就是在单体攻击当中 同等威力的情况之下 先天剑气的消耗是最少的 而且发动起来是最为简单的 一把把飞刀破空而出 带走了一名流浪汉的生命 欲武服 紧接着他发动了欲武服 本来他是打算用这一招作为飞刀的动力的 而和先天剑气比起来 这一招只能用来捡回自己已经飞出去的飞刀了 飞刀飞回之后 再次脱手而出 带走了几名流浪汉生命的同时 还顺手把万芳的生命收割了 原本他还以为万芳应该是一个可塑制裁 可是刚才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竟然一把把同学推向了流浪汉的身上 然后转身而逃 更加过分的是 他逃跑的方向居然不是自己所在的方向 对于这种在生死关头 牺牲同学保命的行为 他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理解并不代表就能原谅 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牺牲的人 这种人还是尽早除掉的好 更加重要的是 这样一个牺牲同学自己保命的人 逃跑的时候居然没有往自己的方向逃跑 说明他根本就没有相信过自己 结合这两个原因 他当然要顺手杀了对方 管他脑子里到底有多少想法 就算是一个可塑制裁 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慢慢调教 还不如杀了之后重新招人的好 不到20秒时间 在楚风和张子清三人联手攻击下 所有的流浪汉都进阶辅诛 除了跑向楚风的同学之外 剩下的几名同学 要么死在流浪汉的手上 要么死在了楚风手上 把这些人解决掉之后 楚风的目光投向了那只身上闪烁着银色金属光泽的丧尸 铁壁丧尸又是稀有品种 对于自己经常遇到稀有品种的怪物这种事 楚风已经表示习惯了 铁壁丧尸因为某种方式变异的缘故 外皮就像钢铁一样坚硬 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行动迟缓 所以遇到这种丧尸 能逃跑就逃跑 当然 今天的情况是一个例外 楚风讲解道 铁壁丧尸是一种防御力很高的丧尸 一般人遇到之后都懒得去打 反正丧尸也跑不过自己 最多牺牲一个队友就能够逃到性命 为什么还要浪费太多精力呢 有这个时间不能去寻找更多的物资吗 不过 楚风现在想要验证关于先天剑气的威力和自己的猜想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这些同学 包括张子清在内都已经很疲惫了 如果不把这只铁壁丧尸解决掉 以丧尸不知疲惫的特点 他们还未必能够跑得掉 就算勉强逃离了这只丧尸的追捕 那他们又能够应付其他的危险吗 现在他做好应战的准备的时候 忽然又有一些动静从营地当中传来 于是楚风对张子清说 准备好 地方四周的危险 周围好像又有东西过来了 我去解决掉这只丧尸 说完 他一个剑步朝着铁壁丧尸冲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第九十六章 虫爪丧尸 小新 张子清本能地提醒了一声 心里充满了担心 而小西则是说 主人的命令 是让我们提防四周的危险 应该是 发现了什么东西 我们不要拖主人的后腿 张子清点点头 让自己冷静了些了 他也是关心则乱呀 楚风的实力根本就不需要他的担心 而且现实也不是言情句 万一他的身上没有担心别人的时候 不被怪物攻击的主角光环 那他反而会成为楚风的拖累 所以自己这个时候越是冷静 起到的作用反而越大 铁壁丧尸还在啃食流浪汉的尸体 没有智慧的丧尸进食的时候 是他们最没有防备的时候 很多穷凶极恶的人 就会利用这一点 把一些人作为牺牲 然后换取自己攻击丧尸的机会 楚风在冲向丧尸的时候 手中的兵器已经换成了骨刺 先天剑气的力量不断的朝骨刺灌输 因为灌输的速度过快的缘故 他的整条右臂都开始出现了裂缝 不断有鲜血从裂缝当中流出 先天剑气的力量越来越强 他手臂上的伤势也越来越重 到极限了 不能再增强了 楚风一直计算着自己手臂上的伤势 明白如果伤势太重的话 那就不是普通的治疗术所能治疗的范围了 于是他也就适可而止 裹挟着先天剑气的力量向着铁壁丧尸刺去 楚风的身影和铁壁丧尸交错而过 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 先天剑气超越肉身承受极限的力量 外加上骨刺的辅助 让楚风轻而易举地刺穿了铁壁丧尸的头颅 夺走了他的生命 这么强 就连楚风自己都被先天剑气的可怕威力惊到了 他也没想到超越自己承受极限的剑气 居然能够达到这个地步 虽然他料到了秒杀铁壁丧尸的结果 可是穿过铁壁丧尸钢铁一般的皮肤 外加上比钢铁还硬的头骨 居然让他连一点阻力都没有感觉到 这个时候 他的心理不禁产生了一个猜测 难道先天剑气的真正用法 就是以伤害身体为代价 爆发出远超极限数倍的力量 否则为什么叠加起来的力量 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异散 不会 这一招就是专门为了这样的用法而创造的吧 毕竟在元气枯竭的时代 就算是想要超出自己的极限 也没有人能够做到 想要让自己的剑气威力增强 唯一的做法就是提高身体的容纳能力 然而 在这个元气充沛的时代 反倒是自己的肉身显得脆弱了一些 元气充斥了整个世界 所以没有人明白先天剑气的真正可怕之处 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看到楚风轻而易举的解决这只铜皮铁骨的丧尸 剩下的同学们顿时松了口气 然而没等他们高兴太久 楚风焦急的大吼道 快 快 帮我治疗 张子清和小夕一愣 然后同时发动治疗术 降临在了楚风手臂上 让他剧烈疼痛的手臂缓解了不少 不过 楚风之所以这么焦急的要求治疗 并不是因为他忍受不了这点疼痛 而是因为他感觉到附近依然有危险存在 这个时候一名女生面色有些癫狂 只知楚风大吼道 为什么我们没有遇到你的时候 就没有遇到这么多的危险 遇到你之后 反而总是遇到难缠的怪物 是不是你把这些怪物引来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逆境当中坚强 超出承受能力的极限之后 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崩溃 一个接一个的人在他面前死去 原本亲戚的同学转瞬之间就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终于让他的精神有些崩溃了 就算是反抗楚风又怎么样 最差的结果不就是一死吗 与其成为怪物的食粮 被人杀死这样的结果 似乎并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当然了 这是他的潜意识 他现在脑子里一片混乱 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他现在想的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 还剩下的三名同学 默默地看着这名女同学发泄 他们也为层出不穷的怪物感到恐惧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崩溃 还是说自己也会变得坚强起来 看着这名女同学的发泄 他们似乎当成了自己也在宣泄情绪一样 张子清紧张地看着楚风 他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别再杀人了 对于有些人的死 他现在已经能够做到心里不产生一点同情心了 可是这些是他的同学 他还是有些担心的 出乎意料的是 楚风似乎并没有动怒的样子 而是冷静地说 你说得对 你们遇到的危险都是我招来的 所有人都为楚风的话感到错愕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楚风冷静地向几人走来 你们说得没错 也许你们单独行动的时候 遇到的危险反而更少一些 所以既然你们觉得在我身边太过危险 那你们可以离开了 离开 几个人都傻眼了 就连指责楚风的女同学 也有些脑子转不过弯来 楚风一挑眉 难道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你们没有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也没有帮你们太多 如果你们觉得在我身边太危险 那我们就只能分到扬镳了 这里的物资还有很多 你们可以任选一些带走 只要你们能够背得动 我觉得这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怎么 你们还不满意吗 几名同学都说不出话来了 只觉得脑子仿佛有些短路 可是楚风的话也没有破绽 当初是他们一定要跟着楚风的 他们也没有为楚风做任何事情 反倒是一直冷冰冰的楚风 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帮助了他们 所以其实他们几个都是处于被帮助的地位 而且这次他们遇到危险 难道还要责怪楚风吗 还不是他们自己擅自行动 没有防备心 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现在楚风不仅任由他们离开 还任由他们尽量拿走能够带走的物资 所以楚风似乎没有任何地方欠他们的 一名男生支支吾吾的说 这 他只是一身脑子短路 绝对没有恶意的 我能理解你们 但是你们也要理解理解我 我从来没有强行要求你们跟我 你们要走 我也不会有任何挽留 但是 机会只有一次 我是楚婷 在末日净化乐园中 饰演修女小夕 第九十七章 勇气 楚风的话让他们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思索 他们看着周围的黑暗环境 以及地上的一地尸体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危险了 就算没有遇到楚风 就算健身房的那些人没有恶意 他们来到这个避难营之后 就真的能够幸免吗 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够幸免 还是脱了楚风的福 以他们这点生存能力 在什么地方都是活不了多久的 除非真的有人能够建立一片绝对安全的领土 哪怕是楚风杀死了他们的同学 可是楚风杀的是什么人 杨荣荣 他想要挑拨同学们和这些人对战 万芳 他表现出来的领导力看上去还不错 但是刚才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是他把同学推向了敌人 换取了自己逃命的机会 楚风的做法反而是在帮他们报仇啊 所以楚风无论表现得多么冷酷 实际上却没有一点对不起他们的地方 一名男同学低头说 老大 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也只是为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只能麻烦老大出手而感到羞愧 其实我们真的是想要对老大 有那么一点点 哪怕一点点用处的 会说话的人 在什么地方都是能够招人喜欢的 楚风不喜欢拍马屁的话 但是这样的话 就算是楚风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之前指责楚风的那名女同学 忽然大吼一声 我不信 我不相信他 这危险 肯定都是他招来的 说着 他不管不顾地冲向了营地的方向 他的精神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虽然被楚风换回了一部分 可是 最终还是没能坚守住 就在这个时候 那名把食物和水滴给流浪汉的女生 也是第一个被流浪汉刺杀的女生 忽然坐了起来 他伸出僵硬的双手 猛然朝着这名女生的大腿抓去 小厂 你在做什么 突然之间遭遇袭击 让这名女生几乎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在他还没有为同伴的死而复生 感到吃惊的时候 他就直接被绊倒在地了 接着 死去的女生脸部贴近这名女生 嘴里居然吐出了一大团 像是虫子的下肢一样的东西 还带着一些触手 一声淒厉的惨叫传来 这些像是虫爪一样的东西刺入了他的皮肤 然后在他的体内形成了一个个的纹路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几名同学都直接惊呆了 还以为这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可是没想到又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圣光树 小西的手中绽放出圣光 朝着嘴里吐着虫爪的女生攻击而去 然而他的攻击已经太迟了 之前的女生已经被这只怪物杀死 他的双眼很快泛白 然后嘴里也吐出了一样的虫爪 现场唯一能够反应过来的就只有处风 因为他在刚才就察觉到附近还有危险 所以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可是他只觉得右臂一阵疼痛 就算是经过了治疗 超出身体极限的先天剑气 对自己的伤害 依然没有完全痊愈 不过就算是他能够反应过来 并且来得及出手 他也不会救这名女生 这女生已经精神崩溃了 在末世当中承受不住末世压力 而导致精神崩溃 这样的人谁也救不回来 所以就让他死在怪物手里 也许才是最好的结局 这种怪物叫做虫爪丧尸 既属于丧尸 也属于寄生虫 除非对张子清和小夕紧急讲解 各种怪物的体内既有丧尸的病毒 又有虫子的特性 就算是毁掉了头颅 也不能彻底杀死它们 丧尸体内的寄生虫还会存活一段时间 所以就算杀死了 也不能靠近它们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不靠近它们就可以了 话是这样说 没错 楚风苦笑一声 然后指了指周围 只是 想要做到这点的话 似乎有一点困难 随着他的话音刚落 周围这些流浪汉的尸体 以及同学们的尸体 一个个都站了起来 嘴里吐出了虫爪和触手 锦伤的三名同学躲在楚风后面 它们的心里已经充满了恐惧 在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里 如果没有一名强者保护 就凭它们这些人 就算是遇到更弱一点的危险 它们能够应付吗 就算它们觉醒成为了异能者 面对着层出不穷的怪物 它们真的能够一直活下去吗 现在它们除了将希望寄托在楚风身上 似乎已经别无他法了 张子清看了看周围这些 逐渐站起来 然后试图将它们包围起来的怪物们 苦笑道 这些怪物的行动速度似乎不快 看来我们只有尝试着撤离了 当这些同学们心里认同 张子清的话的时候 楚风又一次打破了它们的幻想 虽然这些怪物行动速度比不上我们 但是这些怪物就算是 走上几天几夜不吃东西 也不会感到疲惫 直到体力消耗殆尽 它们都不会减缓速度 你们现在又能够走多远呢 众人心里一沉 他们已经在楚风的严格要求之下 连续行走了一天了 虽然中途也休息过几次 而且还被治疗术恢复过 可是精神的疲惫却无法消除 如果不能够确定附近有安全的地方 它们根本就无法和怪物比耐力 看着逐渐逼近的怪物 同学们眼中都露出了绝望 一名同学忍不住大吼道 老大 你还有没有多余的刀了 我实在是忍受不住了 大不了和这群怪物拼了 持续不断的肉身折磨和精神折磨 终于达到了它承受的边缘 它之前一直是想尽办法 躲闪和逃命 现在也忍不住要爆发了 只可惜手上只有一根木棍 并没有像样的兵器 如果有一把刀就好了 虽然就算是拿刀可能还是要死 但是起码能够多杀两个怪物吧 另一名男同学没有找处缝药 而是将手中的铁管扔掉 然后捡起了地上的一把刀 做好了战斗准备 女同学看到两名男同学这样子 只能握紧了手中的木棍 他们三个人能活到现在 虽然也占据了运气的成分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遇到危险就失去冷静 和失去方寸的人已经死光了 他们不想就这样憋屈地死去 本集播讲完毕 第九十八章 雷霆尸龙显微 看着这三名同学准备战斗的样子 出风心里充满了欣赏 原本他最看好的人应该是万芳 认为他应该才是最容易做出正确选择的那个人 剩下的人他连名字都没有去问 因为只有经过筛选之后还活下来的人 才有资格让他记住名字 但是机灵却并不能够和生存智慧画上等号 万芳因为做出了愚蠢的选择的缘故 已经被他亲手杀死了 反倒是这三名一直都看起来不怎么闲眼的同学 居然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够鼓起作战的勇气 张子清说 楚风 如果你真的已经到达了极限 那你就走吧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保护着我 就算是现在离开了 你也不欠我什么的 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这个时候 三名原本准备作战的同学 忽然满怀警惕地看着楚风 他们忽然想起了楚风之前 献祭杨荣荣当作祭品的场景 如果现在他要将一名同学当作祭品 他们能够反抗吗 与怪物之间进行搏斗 然后被杀死 和被当成祭品是两码事 楚风没有在乎他们这些人的小动作 只是淡定地说 我召唤异界的生物 并不一定需要活人当祭品的 只不过如果有人当祭品的话 会减轻一些负担而已 三个人顿时松了一颗气 既然楚风愿意向他们解释 那就代表楚风已经认可了他们 只是 就算是认可了又怎么样呢 没看到 就连楚风的队友都觉得 他没有多少获胜的希望了吗 没错 张子清是对楚风很了解的 他知道楚风的极限在哪里 他们一路上已经遇到了很多怪物 虽然这些怪物被杀死之后都被炼化了 但是他们也了解到 这并不能让楚风恢复全胜 有些东西 比方说精力和气血 还是要通过休息和食物来弥补的 外加上楚风刚才那看上去就仿佛要把眼睛都刺穿的那一件 更是让张子清明白 楚风一定消耗不小 接着他治疗楚风的时候 也是收到了治疗的反馈 楚风的手臂还没有完全治愈 过度的消耗 外加一些伤势 虽然还没有让楚风逼上绝路 可是面对这么多的怪物 楚风应该没有多少底牌了 召唤术确实能够召唤一个帮手 可是如果楚风将召唤术用在正面作战 那么楚风就连逃跑的力量都会没有了 不过楚风却是有着一张 连最开始跟着楚风的张子清都不知道的底牌 虫爪丧尸发出怪异的叫声 向着几人逼近 修女小夕也说 主人 地位越高的人就越是重要 您的身上肩负着进化和拯救世界的职责 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出事 这话是谁教你的 在我们教堂被怪物攻击的时候 主教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他这话一出口 几个人心里都有着异样的情绪 这个所谓的主教一定是用这种方法骗他的信徒们去死的 也就是小夕这样单纯和虔诚的人能够信他 楚风冷然说 他已经堕落了 下次遇到他的时候 杀了他 小夕一争 是 张子清急忙说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 我们跑不过这些丧尸的 但是如果你不跑的话 就连你也跑不过了 跑 就凭这些怪物 还没有把我逼上绝路的资格 楚风高举左手 左臂上的纹身光芒大作 接着 一道黑色的光影 从他左臂上出现 最终成为了一条黑色的蟒蛇 看到这条蟒蛇之后 张子清也有些惊讶 楚风居然还有底牌吗 之前楚风还没有到达极限吗 可是 在场的怪物们有接近三十只 就凭这样一条黑色的蟒蛇 真的能够对付这些可怕的怪物们吗 雷霆诗龙 杀光这些怪物 一个不留 楚风一声令下 黑色蟒蛇吐着蛇信子 接着一个闪身 就出现在了距离他们最近的一只 虫爪丧尸身上 然后张开血盘大口 将其吞噬了进去 看到这条黑色的巨蟒 这么轻易的就解决掉一只怪物 大家的心里也都产生了莫名的信心 人在处于绝境的时候 就算是一根稻草 都会被当成是救命之物 现在 这条黑色的蟒蛇展现出这样的力量 更是被他们当成了绝境中的希望 看到黑色巨蟒吞噬一只虫爪 楚风眉心微醋命令道 先杀后吞 使用降雷术 雷霆诗龙的吞噬能力现在还有限 如果就这样一直吞噬下去 吞噬几只虫爪之后 就会失去行动能力 然后陷入休眠了 雷霆诗龙得到命令 口中拖出一道白色的闪电 白色的瓶链击打在这些虫爪丧尸身上 接着一道接一道的闪电 居然连成了一体 将所有的虫爪丧尸全都列为了目标 一阵烧焦的声音传了开来 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所有的怪物就都浑身变得焦黑 然后倒在了地上 看到这一幕之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只怪物到底是什么来历 刚才是从楚风的手臂上出现的 难道这也是楚风的能力之一吗 只是一招之间就灭杀了这么多怪物 就算是楚风自己也做不到这么可怕的事情吧 当然 这句话他们是绝对不可能说出口的 要真的说出了口 那就是当面打他们老大的脸了 一招灭杀了所有虫爪丧尸之后 雷霆尸龙这才慢慢的吞噬着这些虫爪的尸体 如果是普通的野兽或者丧尸 就这样贸然的吞噬虫爪尸体的话 就会有被虫爪寄生的危险 可是这种程度的寄生虫对于雷霆尸龙来说就是一个笑话 就算是这些虫爪没有被垫死而是直接被雷霆尸龙发起寄生也没法让雷霆尸龙拉一次肚子 吃掉了四只虫爪丧尸之后 雷霆尸龙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楚风手臂上 开始了消化过程 这场战斗已经画上了句号 但是同学们脸上的呆滞却久久的没有消失 他们的心里依然充满了震撼 这就是楚风真正的底牌吗 这就是楚风最大的依仗吗 还是说楚风还有更加强大的依仗 只是因为敌人还不够强大 这才让他没有发挥的余地呢 第99章 认同 在雷霆尸龙的强大力量之下 所有的敌人就这样化为了焦炭 就连反抗和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面对这样的怪物 到底要怎样的力量才能够抗衡呢 楚风使用圆斧的力量 将这些虫爪丧尸的尸体全都炼化 毕竟这也是能够增强自己力量的 不能够浪费 幸存的一名男生忍不住说 你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宠物 为什么不早一点拿出来呢 这样他们就不用死了 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 现在就要挥霍掉了吗 那名男生立刻就闭嘴了 张子清替楚风解释 楚风不是不愿意帮助别人 只不过是他帮助过的白眼狼太多了 而且有些人活下来 只会拖他的后腿而已 既然他让你们看到了他的最终底牌 那就说明太精认可你们了 男同学神色复杂地看着张子清 你能够得到他的认同 真不容易 张子清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同学们还想要再说什么 张子清继续说 虽然你们可能会觉得 楚风有些残忍了 可是对我来说 他比那些健身房的人 比万方刚才把同学推向暴徒的行为 比起杨蓉蓉这样的人 还是更加可靠的 同学们听了张子清的话 竟然发现自己没办法反驳 比起那些遇到危险之后 只顾着自己逃命 甚至为此不惜牺牲同伴的人来说 楚风的底线不知道要高多少 最起码楚风能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对自己的人施加援手 能够保护身边的人 所以在这样一对比 他们竟然发现 楚风居然能成为好人 虽然楚风杀法果断的印象 还是给他们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但是经过冷静分析之后 他们最终还是决定 待在楚风的身边 因为他们已经找不到 比他的身后更加安全的地方了 似乎是看穿了他们心里的想法 楚风一边炼化着剩下的尸体一边说 需要靠别人的保护才能够生存下来的人 是没有资格留在我身边的 既然你们已经证明自己拥有向危险挑战的勇气 那么我将会把超出普通人的力量交给你们 虽然比起异能者差一点 但是起码能够保命 既然得到了他的认同 那他当然不会吝啬 听了楚风的话 众人眼前一亮 他们可是眼馋异能者的力量很久了 一想到自己居然也有这样一个机会 楚风将所有的尸体炼化之后 接着把十几枚精盒扔给了小西爽 进化之后和张子清平分吧 然后他就来到了三名同学身边 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对于其他同学的名字 他是半点不会在乎的 但是既然这三个人最后的表现 能够入了他的眼 那他当然不会介意记下他们的名字 我叫陶景华 我叫许位 我叫田静 三名同学都挨个的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他们报上自己名字之后 楚风在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拍了一下 现在开始 跟我学习武者的修炼法门 现在你们的身体已经达到了疲劳的极限 趁这个时候修炼能够起到最大的效果 接着他就把武者的修炼法门交给了三人 在楚风的一缕元气之下 他们很快就跳过了入门阶段 然后将自己体内的元气不断壮大 正如楚风所说 现在他们的身体已经饥渴到了极致 这个时候修炼 元气就像是泉涌一样 涌入了他们体内 让他们感到了一阵舒畅 一旦感觉自己的身体达到极限 就立刻停下来 千万不要勉强 否则自报而死之后 不要找我收拾 楚风认真地说 现在你们能够获得超越普通人的力量很不容易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贪心就葬送了自己大好前途 武者的修炼道路最记得不是懒而是贪 如果因为贪恋力量而不顾一切的修炼 走火入魔 那是最轻的下场 他在前世的时候就吃过这样的亏 还害了身边的人 这些人听劝也就算了 如果不听劝的话 那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看到楚风这么认真的表情 三个人的神色也变得认真起来 现在楚风的声望在他们心中已经达到了顶峰 无论他说什么 他们都会百分百的听从 更何况是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的事情 把舞者的修炼方法告诉三人之后 楚风开始炼化刚刚吸收的元气 经过了刚才的吸收 他已经达到了二阶九级 距离开辟元服只有一线之隔了 等到开辟元服之后 他的实力还会有本质的飞跃 将元气炼化之后 他就带着张子清进入了营帐 一天的事情已经结束 也该休息了 张子清修红了脸 然后用水系的法术 将这里的营帐清洗干净 这里曾经住过暴民 不把气味洗干净 他也不愿意住 就在楚风准备对张子清下手的时候 张子清忽然羞红了脸说 等一下 接着 他就在楚风的疑惑之中 把一脸茫然的修女小西也拉了进来 我知道你早就垂涎她很久了吧 张子清红着脸冷横倒 我可不想每天早上走路的时候 都摇摇晃晃的 你要祸害的话就祸害她吧 就在她准备离开营帐的时候 楚风忽然坏笑着说 你是不是对我的能力有什么误解 张子清红着脸说 我哪有 那为什么就觉得我只吃一个就够了呢 在张子清的惊呼中 楚风将修女一起拉进了被窝 整个帐篷充满了异样的氛围 看着抖动的帐篷 三名同学有些难以入眠 陶景华鼓起勇气对田敬爽 现在这个世道你也看到了 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 你甘心死去还没有享受过吗 田敬的脸上有些犹豫 陶景华乘胜追击 他是看不上你的 就算是看上了你 你也占不到多少好处 这个时候许薇也进了帐篷 没错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还不如趁着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好好享受一下 这样才没有遗憾 说着 两个人竟然一起朝着田敬伸出了手 在两个人半逼迫半劝说之下 田敬只是挣扎了几秒 就点头同意了 反正他的姿色也竞争不过张子清和小夕 如果被楚风碰了 以后自己也许就没有机会和任何男人接触了 这样只有欲望的结合 也许更加符合他的心意 我是法朵 在末日进化了 第一百章 关于忠诚 对于隔壁帐篷的动静 楚风并没有太过在意 就算体力消耗过度 也不是没办法弥补的 如果就连这点小事都要纠结的话 那么不好意思 从此以后 你永远不可能再招到人了 招到也会很快离心的 第二天清晨 疲惫不堪的几个人被一阵香味吸引 聚集在了一起 哎 老大 要开饭了吗 闻到锅里带着肉香的粥 几名学生都眼中放光 面包虽然也能够裹腹 但是哪里有热腾腾的饭菜来的香 虽然这里似乎没有菜 可是热粥似乎也是不错的 人只有在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 别说热粥里还夹杂着肉香了 就算是一锅白粥 也比面包不知道要好吃多少倍 厨房指了指周围 吃饭之前 你们先看这个 三名同学脸色一白 在他们周围正躺着几个死去的丧尸 昨天晚上的丧尸要么被吞噬掉了 要么就是直接被楚风炼化了 也就是说 这几只丧尸是新的狼 他们可不认为 楚风会特地到远处打几只丧尸 然后把尸体放在他们跟前 故意吓唬他们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昨晚他们这个营地有丧尸经过 但是都被楚风悄无声息地解决了 陶景华紧张地说 老大 对不起 我们昨晚也是 那个 总之啊 是我们太过大意了 还有劳烦老大出手 厨方一边搅动一些锅里的东西 一边说 我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 你们的经验还太少 现在不懂这些也正常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慢慢学的 但是如果你们学不会 或者说 拿出上课应付老师的态度来学习 那 我也不会介意 说到最后 他的嘴角裂开了一个怪异的微笑 三个人都心中一领 赶忙到 我们绝对会认真学习的 开玩笑 尚可不认真听讲 影响的只是将来 对他们来说 直接的影响就是最多降低一点成绩 可是如果关乎到生存的东西都不认真听讲 那可就直接关系到他们小命了 他们昨晚激战之后 睡得一个比一个死 接着 楚风将一盒药扔给田静 这是避孕药 先吃了这个吧 在末世中怀孕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田静脸一红 昨晚他也是太疯狂了 居然一个人应付两个人 这在以前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 他的心里却隐隐的喜欢上了那种疯狂的感觉 身边的同学们一个个死去 如果不及时行乐 那就有可能要到死前才会后悔了 而陶景华和许葳也没有争风吃醋的意思 他们也只是释放自己的欲望而已 真要说感情 那也应该是扛过一条枪的感情 在等待肉粥熬好的时候 楚风说 现在已经有很多动物都开始变异了 特别是那些虫子 变化的程度就更大了 虽然不知道细菌和病毒的变化程度有多大 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 他当然知道细菌和病毒也在进化 不过并没有打算说出来 毕竟有些事情是后世才会知道的 泄露太多会很危险 许葳问道 那要怎么解决啊 不用担心太多 人体免疫力的提升会更多的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以后你们要烧开水喝的时候 最好在煮沸之后再多烧一段时间 当然 没有条件就算了 矿泉水的密封程度还是很不错的 按说 微小的生物应该更容易进化才对 可是现在地球上的生物进化 已经不再取决于自己 而是取决于元气了 所以越是细微的生物 吸收元气就越少 但是 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可以没有了任何戒心 毕竟水里是有寄生虫存在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后世会出现为了一瓶水 而牵连十几条人命 因为他们缺少的不是普通的水 而是干净水 几个人认真地点点头 这都是末世生存常识啊 虽说已经做好了随时丧命的准备 但是如果连对未来的 期许都没有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他们就算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 也要假装自己能够活很久 当然 楚风没有说的是 用光细的异能净化之后 大部分的脏东西都会被直接去除掉 可是他也没有说的必要 不然他还要小西成为炊事般的领厨不成 沉默了几秒之后 楚风说 既然大家以后要一起走了 有些话还是提前说清楚的好 其实我也不指望你们能够有多么忠诚 许为敢盲说 我们一定会紧跟老大的步伐的 对 我们一定对老大忠心耿耿 不用说这些 大家又不是封建社会的人 搞那套干嘛 楚风白白手 他见过的背叛太多了 就算能够把背叛的人全部杀死 可是因为背叛造成的损失也无法弥补了 所以其实预防要比事后制裁要更加靠谱 很多叛变的发生 其实都是人一时的利欲熏心 就算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只能一条路走到死 他这就是在给他们打预防针 我只希望 如果你们想要更换老板的时候 能考虑三件事情 第一 是你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拿到多少好处 不要停歇人家的大饼 在末世 谁也说不准自己有没有未来 现在能够拿到的才是真的 三个人沉默不渝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二件 就是想想得罪我的后果 要是换老板 起码要换个墙的 怎么着 也要换个能碾压我的 三个人忍不住想起了 处风手臂上的雷霆尸龙 碾压处风 至少在他们目前的认知当中 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件 那就是想想自己的价值 叛变之后 对别人能够起到多少作用 再想想自己的将来 叛变之后 你们未来要怎么生活 是不是能够比跟着我混更好 混得更加风生水起 如果你们想好这三个问题 还是决定要叛变 那只能说明 我这个老大做的太失败了 严禁于此 不管你们以后 真的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想要独立的时候 能够理智叛变 成熟独立 好了 可以开饭了 本集播讲完毕